这些是780 其实不是有那么大反应 跟刚才我们说的 银鱼都有类似 甚至乎你另一个就是753那些 753、670 全部的模式都一样 都是见顶上回落 那推动上我觉得未必那么大 反而真的是一些消费概念 譬如周麗幅 周麗幅我不经常喜欢 但如果潤的概念 某程度你又不可以说它不成功 因为香港有一定的销售具点 内地也有 那些人反过来 无论无论在哪个角落 也会买一些金色相关的 金属又上 所以按照你的牌面 它应该不太差 不过有时股价价较弱 它这期仍然像银鱼的感觉 例如股价来说 今天收到15.26元 我想要回到水位 因为它之前的高位 这一回合的高位差不多 都达到16.5元左右 如果有水位 就可能看看250天线 那些水平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刚才你也提过 除了我们的标题 除了黄金周概念股 其实你也是一些业绩股 你也想谈谈 第一个是否想谈谈 我们是港交所先 都可以 然后公布了 首季纯利在案年 升了27.7% 到34亿 胜于期 都表现不错 见到它今天 股价次都可以 升了1% 都达308 你怎样看呢 我觉得是胜于预期的 所以今天也给他一个赞 但是你说 但是接着这一季 4月又走一截 今天也有尾声 不要说穷 就是穷穷对它 我想它的反应就是成交方面 还有你见新股 我们本来不是有一个 我经常说一个很乔口的 白酒的 叫做真吗 你现在查一下 还有我讨论一下 是不是今天有暗盘 如果不是我们 可能一会讨论一下 但你见过反应 我简单来说 也不是以前 这么大的尺寸 暂时到现在 今年那个赞资压最大 白酒以往 大家都觉得是奢侈品 在我们来需的概念 极强的 但是你见过香港招呼的反应 也不算太过热烈 这是我举一个例子 所以你说 其他那些会不会 涌入第二季 我认为唯一就是 赶标美会 通常是拖拖拖 不太有信心 但是除非想拖拖到下半年 等到下半年 如果不想拖拖 可能有机会赶 真走理道 真走理道 6979 否则来说 似乎上半年 连气氛都不一样 不是说会太多